尼巴嫩真主黨BB Code連鎖爆炸案 造成嚴重傷亡 傳出呼叫器來自台灣廠商金阿波羅 引發國際嘩然 更有消息稱爆炸攻擊前 台灣曾接到以色列同報 我想我們不會對這個 就這個案子本身 來有所惜 或者是說有任何的牽連 嚴正否認台語間情報交換 強調台灣出貨的BB Code沒問題 不過政府第一時間並未嚴正聲明 再也質疑這事如果沒好好處理 讓台灣捲入複雜的中東衝突 恐怕會成為激進組織報復對象 所有的事情不是認知作戰 而是應該要直接的面對 這對我們會造成什麼樣的 國際的形象的損傷 或者對我們人民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 痛批政府危機處理荒腔走板 因為經濟部先證實呼叫器是台灣製造 後來外交部又根據金阿波羅說辭改口 宣稱只是貼牌國外製造 國內國外政府加強消毒澄清 因為爆炸案發生後有貼文稱 BB Code是今年四月中旬進口 當時以色列議會代表團正好訪問台灣 暗示台灣政府與這起案件有關 在網路上把這件事情跟台灣的廠商 甚至台灣的政府做惡意的連結 這個部分非常不應該 BB Code爆炸事件讓台灣製造登上國際版面 無端捲入中東火藥庫 後續效應 政府務必小心應對 TVBS新聞劉俊成員 台北中央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